1801年,朝鲜王朝爆发了一起镇压天主教的事件,史称心有迫害 无数钻研吸血崇尚天主教的人都惨遭逮捕和处死 士大夫丁若全也是其中之一,但丁若全比较幸运 因为没有找到他信奉天主教的切实证据 加上其曾受宠于先王,于是便被流放到了黑山岛 丁若全抵达黑山岛后,岛上的居民对这个外来人都很好奇 岛民葛居嫂则为丁若全提供支柱 刚来岛上没几天,丁若全便感受到岛民的热情 可居草更是隔三差五为丁若全烹制美味的海鲜 黑山岛四面缓海,岛上的居民都以捕鱼为生 海洋里的水生物更是不计其数 没多久,丁若全便对海里的各色生物产生兴趣 岛上有个年轻的渔民叫昌大,水性极好,能捕捞各种大鱼 丁若全便向昌大请教有关鱼类的知识 可因为丁若全是邪学反贼 未恐受牵连,昌大总是对其爱大不理的 这天晚上,丁若全醉酒赏愿,不慎跌落海里 幸好被路过的昌大发现,将其救了回来 事后,昌大又给丁若全送来章鱼 喝了章鱼汤,丁若全才恢复了身体 昌大虽是渔民,但十分聪颖且傲读书 无奈家境贫寒,有无人指点 读书的进度总是很慢 这天,昌大正在屋内读书 外面忽然一阵喧闹 原来是官府来收税了 官府以征收人头税为由 将已经去世的人都算在人头里 还不够的就将百姓家稍微支点钱的东西 全都拿了个干净 以后人家因为被官府逼着交人头税 老父无钱交税,便想要上吊自杀一了百了 看到自己的昌大将人救了下来 随后便跑到官府前告状 昌大引经据点 认为官府不该行此无道之举 却被官府一通仗则还被锁到了狱里 得知此事的丁若全顿感昌大是条汉子 为救昌大,丁若全在官员面前求情 表示会在曾经的高官好友面前为其美言 这才放出昌大 昌大吃人图报 送来一条大鱼给丁若全 在和昌大聊天中 丁若全发觉这个年轻人潘似朴实 其实深藏智慧 虽然是个渔民 说出了话却暗含这里 丁若全自敢自己读书多年 深谙恐梦之道 成诛理学 却不如一个渔夫看得通透 于是便下定决心 要向昌大学习研究鱼类 在丁若全的坚持下 昌大最终答应教他 但作为交换 丁若全也要教他读书写字 双方于是达成合作 这之后 丁若全教昌大读四书五经 昌大教丁若全识别各种鱼类 两人的关系也愈加勤灭 成了彼此的粮食一友 丁若全还觉醒将自己对鱼类的观察 写成一本书 并为书取名为滋山与谱 可好景不长 丁若全发现 昌大读书学习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考科举 入仕途 顿时生气 在丁若全看来 读书不是为了金钱名利 而是为了修身养性 审视世界 两人意见不合 不惶而散 昌大跑去官府自建 他本是高官之后 奈何着述处之子 被父亲嫌弃 将其送到黑山岛自生自灭 可昌大并不甘心 他想入室当官 想济世救人 可当官员得知 昌大连四书五经都还没读完 世界上接走人 昌大沮丧地回到黑山岛 国城的船上 渔民们意外打捞到一个地球仪 渔民们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 觉得很新鲜 只有丁若全认得这是地球仪 看着沮丧不已的昌大 丁若全用地球仪的例子告诉他 夕阳人明知道地球是圆的 却仍然信奉天主教 这就说明了 夕阳知识有可取之处的 丁若全的话启发了昌大 昌大开始接受夕阳知识 还学习吃多地球仪 试图了解这个世界 这之后 昌大打破男人不下厨房的旧席 亲自家住 还为岛上的居民指点科学知识 比如月亮什么时候引力最大 何时长长 何时能捕到最多的鱼等等 因为昌大的改变 岛民们都来拜托丁若全 教他们的孩子读书 丁若全变开了一个私塾 还将教学的任务交给了昌大 这之后昌大每日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不久后 还与岛上的一个女子成婚 丁若全也在与可取早相处中 双方见证爱意 不久后 昌大和丁若全都有了孩子 岛上一片换成校园 丁若全和昌大又恢复了 一师一伍的关系 丁若全有个弟弟 和他一样也被流放 但两人相隔千里 这天 昌大为丁若全带信给其弟丁若雍 丁若雍看完信后 表示信里全是对昌大的称赞之词 昌大暗自欣写 丁若雍于是便让昌大与手下对异试材 一番较量下 昌大完美胜出 于是手下有些不服气了 便告诉昌大 丁若雍是当今王上最看重的诗人 流放后已经写了两本卷书了 不管是兵书还是儒家领仪之书都写 可丁若全到了黑山岛之后 才写了一本书 回到黑山 昌大询问丁若全 他为何不写别的书 丁若全表示 他所希望的是一个没有王上众生平等 天下大同的世界 可这种思想却被视为邪学和异端 他若是写了 岂不是连累家人 昌大却不理解了 没有王上的天下还能叫天下吗 没有王上的天下谁又是主人呢 就在这时 昌大父亲来找他 原来昌大才华早已在全罗道传开 父亲听闻此事 可以来找儿子 希望他入朝为官 昌大心动了 他努力读书是为了匡时济世 可惜一直怀猜不愈 这次是个难得的机会 他不想错过 终于昌大决定去考科学 临行前 昌大败别丁若全 甚至表示要与他割断师徒关系 在昌大看来 丁若全那套 不要君王不要礼仪的论调 实属邪学 没有君王的世道还像话吗 他要忠心于王 为王分忧解难 师徒二人大吵一架 昌大就此离开 来到汉阳后 昌大如愿参加割绝 最终尽是吉地 在父亲的安排下做了个小官 昌大一心想夺个清官 好官 可当到官之后 昌大才发现官场各种黑暗 官吏们层层说会 以各种明末向百姓征税 甚至连死人都要交人头税 贪官们自己却大摆宴席 花天酒地 昌大看见了 也只能装作没看到 可此后 他开始欲管欢 夜不能寐 这根本不是他做官的初衷 昌大不愿同流和我 向父亲提出反对意见 却遭了驳斥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来到官府 质问当官的 为何刚出生几天的婴儿 也要交人头税 当官的不理不睬 男人哭着用镰刀 砍下了自己的生殖器 他不要再做男人了 以后不生孩子了 也可以少算些人头税 男人的妻子 哭着为丈夫讨说法 当官的 却毫不留情地 将女人拖走 一边的昌大 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上前报打当官的 索性当官的 没被打死 昌大免除了死罪 最终被流放回到黑山岛 可回去之后 昌大才发现 昔日的粮食义友 丁若全已经去世了 昌大在丁若全的灵堂前 痛苦不已 而丁若全则将 资山渔谱的完本 留给了昌大 电影的最后 昌大带着资山渔谱 回到了黑山岛 望着茫茫大海 昌大总算明白了 丁若全为何 知识了这一本书 本片的时代背景 是朝鲜纯组时期 那时民生凋敝 变乱频发 西学东建 与诸子李学互为对立 朝廷党派互相争斗 进步思想遭遏制 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 此时 该当何去何从 电影中的两个主角 分别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 对于丁若全而言 要么同流合污 要么独善其身 既然无法学以致用 那便选择率进而活 丁若全深谙观察黑暗 看破世道昏庸 因此回归于世俗 寄情于黑山 将自己所生的生命 负行于海洋 哪怕无人知晓 至少意义非凡 学而不思则王 思而不学则代 学问并非只有四处五经 和成竹理学 知识也并非单单追求 实用有效 真实的世界身边的事物 洋人的学识 一切皆是学问 一切皆藏哲理 若世间不能按所学而活 不如顺性格而活 海洋中亦有历史 鱼谱里亦有人生 民生极果 观观相护 听他一切寒如 怎能化黑为白 昌大读书本位就是寄人 可如今世道沉沦 百姓极果 与其委屈求全 迎合肮脏的现实 不如纵情山水 回归民间 不如睁开双眼 看看外面的世界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哦 拜拜